觀眾朋友 今天再來說兩個題目 下半場我們要來談什麼呢 在之前台北市長柯文哲 用真的是很不雅的話 在批評 不管是反年改或是臉書上 跟他有不同意見的人 這件事情還是在持續發酵 因此下半場我們要談兩個部分 一個是說 這樣子一個反年改的抗議行動 是不是真的踩到了很多人的紅線 如果是的話又該怎麼辦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又該什麼樣的態度來去面對 那另外一個是 為什麼一個首都的市長 講這樣的話 反而引起很多人的認同 甚至高度的稱讚 台灣社會怎麼了 是因為大家厭倦的那一些假星星 星星座泰的那些政治人物 而期待這一種有什麼樣的心情 就完全表現在臉上這種喜怒行於社 的這樣子非典的政治人物嗎 今天也要來談一談 從柯文哲的一再的這樣子一個現象 突顯出來台灣民主下一階段會何去何從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世大運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 現在最新的成績呢 我們其實一直在拿金牌了 現在的成績是七金十一銀三銅 我們來看看世大運最新的戰況 和隊友莊少群互相掩護 努力保持在領先集團 柯福軒在男子一萬五千公尺淘汰賽 依舊拼勁十足 但身穿黃色車衣 哥倫比亞兩位對手跟超緊 成為最大勁敵 四個人拼得胸 最後一圈哥倫比亞 Ivan在隊友配搭下率先通過終點 柯福軒二十四分九秒七六三 拿下銀牌 隊友莊少群未能奪牌 接連在一萬和一萬五千公尺 屈具銀牌 下午的一千公尺爭先賽 柯福軒和黃玉玲配搭 最大勁敵依舊是南韓和 哥倫比亞選手 這次柯福軒不再 屈具銀牌 男子一千公尺爭先賽 金包贏 稍後進行的女子一千公尺爭先賽 楊和珍 李孟竹又傳來捷報 楊和珍金牌 李孟竹 銀牌 更猛的是兩個人已經先在女子一萬五千公尺淘汰賽 包金奪贏 華倫溜冰光是今天賽程就砍下三金四銀 堪稱中華隊大金庫 記者綜合報導 柯遠很快來整理一下現在得牌數了 我們來看看 先來看看金牌的部分已經拿到了七座的金牌 包括其實絕大部分都在華倫溜冰 其實我們這次華倫溜冰真的表現得很好 女子一千公尺爭先賽楊和珍拿金牌 男子一千公尺黃玉玲拿金牌 然後女子一萬五千公尺淘汰賽楊和珍再拿金牌 然後華倫溜冰還有兩項楊和珍 陳彥晨也是拿到金牌 楊和珍拿了三面金牌 哇塞 那舉重的部分呢 女子五十八公斤級 郭信淳破了世界紀錄拿下了金牌 銀牌的部分 我們也很快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看下一張銀牌呢 絕大多數現在呢 因為其實才剛比幾個賽事嘛 華倫溜冰 然後以及跆拳道呢 以及跆拳道品勢項目呢 其實我們都拿到很不錯的一些成績 我們先來看看 剛剛談到郭信淳 創了世界紀錄拿下中華隊的很重要的 一面金牌 奮力舉起槓鈴 郭信淳在停舉成功舉起一百四十二公斤 打破中國選手邱宏美高雄十年的世界紀錄 郭信淳抓舉一百零七公斤 和總和兩百四十九公斤 也都打破世代運紀錄 成功把金牌留在臺灣 我相信那個一百四十二公斤是 我相信那是全臺灣人民一起幫我舉起來的 談到當下的心情 一度哽咽 即使過了一夜郭信淳情緒仍然澎湃 因為在二零一四年的人穿亞運前 練習時的槓鈴砸傷大腿 嚴重傷勢經過耐心復健 又從里悅奧運的挫敗中重新站起來 自己成長了很多很多 然後不管是身體還是心理方面 就是我會很願意去面對我自己個人的問題 然後來去解決它 去思考自己 然後也藉由這樣的激勵 來去鼓勵到青年的朋友 希望他們可以面對錯徵 然後要勇敢的去去挑戰自己 面對長期訓練 還有各項國際賽事挑戰 郭信淳自有一套紓壓的方法 透過彈鋼琴和閱讀勵志書籍 郭信淳找到舉重的意義和生活的重心 接下來他還要在二零一八印尼亞運 和二零二零東京奧運 繼續用手中的槓鈴感動全臺灣 記者政委人郭俊玲台北報導 不過體育就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明明我們也不會溜直排輪 更別談說要舉重 可是你看到人家拿金牌的時候 你就是 他高興你 其實有時候還比他高興 然後特別是臺灣對國中華隊 拿金牌的時候 所以這時候有人去鬧場 你說你們在幹什麼 大家都還天洗地啊 就算失敗 沒拿金牌 或者是打輸了韓國隊 我們也不會說 就是真的要去唱衰什麼的 不過我想請教徐正老師 當然我們知道就是說 那個全教總跟那個開幕式的 那樣子的一個抗議 毫無關聯 可是其實全教總從年金改革 國事會議以來 對於政府的版本 也有很多很多的意見 也很不滿意啦 是 但是用這樣的方式表達不同的意見 您的看法 以我們觀點來看 我們其實現在看監督聯盟全教產 這些反年改團體 他們從第一次上街 其實就是錯誤的啦 然後就是一路錯 那麼當然在這一次 這個全世界矚目的一個四大院體育賽會裡面 做出這樣的一個舉動 那當然會變成說全民的公分不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我們知道體育賽是他其實象徵的是一個友誼和和平 不是說不能抗爭 因為當天其實很多團體在做抗 在做一個陳情 陳抗的活動 那事實上也有規劃那樣的區塊 那我們看世界各國 如果在體育賽會抗爭的話 好像除了恐怖攻擊造成人命傷受傷影響比賽的進行以外 好像也不曾看過有類似的陳抗影響這樣體育活動的一個進行和比賽 不過我可能要事前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也很清楚在全國教師團體 最重要的一個是全教種 另外一個叫全教產 那為什麼今天沒有邀請全教產有兩個理由 因為之前其實黃耀蘭黃老師也來上我們節目很多很多次 那如果今天再邀請他跟您來通臺 大概今天你們兩個就已經吵不完了 所以我們大概就今天盡量避免說 那個你們兩個團體在路線上的不同想法 但是我還是想 因為今天他不在了 我們還是想回到說 表達抗議 為什麼你們會採取不同的路線 你們的路線也被批評是過度溫和 過度跟政府靠得太緊 對 我想我們就是說 我們認為社會運動是很神聖的 他其實某種情況來講 他是一個要跟社會對話 甚至他是要去衝撞體制 因為你在這個體制內 如果你的聲音得不到 就是被聽不到 或者你權益沒辦法保障的時候 你可能要用激烈的手段去衝撞這個體制 那回過頭來就是說 在這一連串的反連改團體的承抗活動中 有沒有達到跟社會對話的一個目的 在我們看來其實是沒有的 我今天可以很負責地講 如果今天不是有反連改團體的話 我們以我們權教主 我們雖然支持連改 但是我們有自己的方案 我們對於政府連改方案 我們也不滿意 我們百分之九十九 我們也會上街 只是說當連改 當反連改團體他們上街 在我們看來是把社會運動 把他玩那個手段玩壞了以後呢 我們覺得我們在上街 是沒有辦法跟社會對話的 也就是說 從去年的九月三號 年金改革方案完全都沒有出來之前 他們就已經號召了十幾萬的權重上街 可是到底在反對什麼 他們的主張是什麼 社會完全看不到 唯一的印象就是 他們就是反對年金改革 所以被冠上一個反連改團體 那麼一路走來 到後來包括發起了一個絕食接力 絕食是以生命來抗議 不公不義的事情 但是他們發動了一個絕食 接力絕食是一個人做一天 然後換另外一個人做 那時候就被大家笑說 這個是在比飢餓三十都還不如 所以一連串的一些錯誤的一個 社會運動的一個走法 沒有辦法跟社會對話 反而會讓社會認為說 其實你們只看到自己 眼中都只看到自己 沒有看到別人 包括以我們有八萬多會員的團體來講的話 那一開始我們就被打 被他們打成說是政府的打手 民進黨的側翼 我坦白講我們只不過有一個決議說 我們支持年金改革 然後有一個年金改革的方案 是在二零一二年的時候 就已經做出了那樣的一個方案 但是在他們開始行動的時候 就把我們打成是政府的打手 所以簡單講就是說 整個社會運動 在他們手裡是被玩壞掉了 不過東老師我們大概今天 也不會再去談所謂的路線對錯啦 因為當然我們很清楚 社會運動永遠會有不同團體 對於路線不同的主張 而是非對錯以及成敗 恐怕現在要論斷也太早了一點點 因為搞不好說實在 採取激烈的才是更有效益的 所以這很難講 但是我們從現在來去看 在三天前開幕式的那樣子一個活動 那昨天那個召集人 他也纏得很清楚 丟煙霧彈 打警察 都不是他們的 如果查清楚是他們 他會道歉 但是他現在認為不是他們 所以他是認為是被栽贓抹黑的 可是至少到現場去 然後最後的結果看到是運動員 無法及時的入場 然後社會對 有很多對他們的不諒解 到底那樣的路線 達到他們的訴求 你從結果 這個東西就是成敗論英雄 從這個結果來看 你看到這次的他們的抗爭 是失敗的 如果不是失敗的話 柯P不會講三字經之後 獲得四十八萬個讚 那個不叫三字經 那個 那個不叫三字經 果罵 果罵是不是 但是你回過來看說 就是說 為什麼以前有些抗議 他是可以獲得社會共鳴的 甚至包容的 就是社會可以包容他 甚至我不贊成 我可以包容他 這裡面有一個關鍵就是說 你知道體育賽事的抗爭 要特別小心 尤其像對臺灣來講 我們就很久沒有這種國際賽事 那在那 昨天在那個開幕式 禮拜六當天 我們可以稍微回憶一下 就他有城抗區 然後群眾往前衝 往前衝到小巨蛋 那個距離就非常近 是 然後 同時在轉播 大概七點鐘左右 你看到 我疫情像中 應該從加拿大開始 C字 C字開始 就只有棋子 就只有棋子 後面沒有選手 然後二十幾分鐘 都是這個樣子 我想在當時 如果你 你可能在用餐 你可能在家裡 已經在看電視的人 你看到那一剎那 你馬上知道事情不對了 因為 你會覺得非常沒有面子 就是為什麼 我們國 我們國家辦了一個 一個大型的 一個體育比賽 前面都還有選手 忽然間不見了 這個時候 當你在看到畫面 接到煙霧彈 接到那個 抗議的群眾 跟警察 在那邊推 推那個鐵柵欄的時候 每一個人心裡面 大概就做出一個判斷 就你不會同意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那在整個狀況之下來講 其實 其實包括我自己 我是非常憤怒 非常非常憤怒 我自己 我自己在臉書上 也寫 我覺得我除了用三字經 外我不知道怎麼去形容 這件事情 你就知道那個情緒 所以你的情緒跟柯P是一致的 一致的 一致的啊 所以柯P的那樣子的說法 三字經 我不敢講 就是幫你宣洩了你的情緒 不是 我寫得比較早 那個 你知道那個情緒是 國民情緒是同步在脈動 所以從這個事情來講 你就可以看他出來說 那一次 那一天你講 還有一個麻煩 就是說你要做運動的人 你要是要搞清楚 因為你要有不同的團體 有反同的 有反年金的 有其他的 也有台獨的 不同政治主張的 一定要區隔開來 這是 警方在處理群眾運動的ABC 那我現在講說 做運動的人 你一定要讓你的訴求 有效 有效的被社會聽懂 那在法令團體這一波裡面 過去他的訴求裡面 你沒辦法聽懂他要什麼 你只知道他不要 他不要說 他不要改 你最後只會留下一個刻板印象 禮拜六到天晚上 當你遇到這樣子一個畫面 一邊是只有旗子 沒有選手 你會有一種丟臉的感覺 一方面你就看到了煙霧彈 你看到了 他們在跟警察 在在拉那個那個鐵欄杆的時候 任何人會有什麼判斷都很清楚 更糟的是什麼 在後續比如這 這幾天來 我們在上電視 在做評論的時候 也會跟當天的一些人同臺 所有人都是一個一句話 如果怎麼樣怎麼樣 以前民進黨可以怎麼樣 這不是這不是在面對危機的時候 的一個方法 甚至他把台獨扯進來 就陳怡婷 那是很快的網路上 比對出來了 時間點根本不對 可是在這個過程中 你完全看不到 他們所有的人在 所有的 不管是上電視 或是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只會留下 又留下第二個 第三個刻板印象 什麼印象呢 那不是我的問題 這不是我的問題 是類的問題 是別人的問題 不是我要造成的 甚至說我是要來加油的 你知道那個話 聽得很煩諷 一個一個運動 做到這樣子的時候 他就會變得很小 那再加上李萊西 你知道他等於是提油救火 所以整個一個結果 就平行性的論 對斯大英 我本來沒那麼看好 柯P能夠不犯錯 就已經是阿彌陀佛了 可是沒想到出現這個結果 這個結果讓柯P 我相信他未來 會有一段時間的聲望很好 會很高 因為我很少 我們很少看到政治人物 講出三字經之類的話 你還能夠享有一個高的 一個聲望 不降反俱身 對 而且這個局 這個局大概可以維持一段 當然啦 這個前提是說 這未來的這些日子裡面 他不能犯錯 因為整個斯大英 還並沒有結束 他如果犯了嚴重的錯誤的話 也會有反作用力 體育活動 有一些是全國體育 這種 比如說我是五年級的 你知道小時候 我們看那個棒球 少棒隊在威廉波特 或者是那些 那個會讓你產生一個 共同參與的榮譽感 今天斯大英 對臺灣此事此刻來講 也產生那個共同的榮譽感 那是一個群眾心理 那反連改的 他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不是說他沒有權力 他有權力承抗 可是他有一條紅線 在那個地方 是 我再舉一個例子 民進黨過去 曾經在陳雲林第一次來臺灣訪問的時候 發起了 在原山前面發掘的群眾示威 在結束的時候 結束以後 有一群黑衣人 跟警察發生衝突 社會裡面也會有條紅線 就是說 這個衝突 我帳的話算在誰身上 誰要負責 那時候蔡英文才剛接民進黨黨主席 後來國民黨在講蔡英文是暴力小英 其實從那件事情開始 那些黑衣人是蔡英文叫來的嗎 當然不是 可是因為那個活動是你辦的 雖然結束以後 還是結束以後發生的 帳會算在民進黨頭上 就是社會會有一個自動的歸類 就是說你既然要辦這個活動 你既然要做這件事情 你相對應的 你有你的權利 相對應也有你的責任 所以你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只能講說 我真的非常意外 意外這件事情 讓人家不舒服 但是也很意外 反連經的這些團體 居然救了柯P 他把柯P的聲勢 跟民進黨之間的糾結 如果未來沒有任何的trouble的話 這一件事情會讓民進黨 在臺北市非常難提你 李老師那就會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先不談是非對錯 那因為也沒辦法釐清到底那個掩護彈 打警察到底 因為那個之後還要警方追查 可是很明顯的 在之後反連改的聲音 恐怕會受到很大很大的一些壓制 這是一個 那當然這個立法已經三讀過了 可是至少那個不同的聲音要再表達 恐怕他的空間會變得小很多 這是一個 第二個更不能說有趣或耐人尋味 而是讓人家費解的是說 一個首都市長 你放在任何的地方 當然川普又很不一樣 講出那樣話都是極為不同 對 但這是ABC 可是當他是柯P講出來 而且在前天那個脈絡下講出來 馬上幾十萬個讚 馬上他就說 對就是這樣 然後馬上有館長說 你叫小姐好 我欣賞你等等的 那反映的是台灣 什麼樣的一個政治文化 我們來看看 前天當柯文哲講出那句話之後 對台灣未來 將會造成什麼樣的好的 或是壞的影響 在國家的這種重要慶典 你純粹是會搞破壞的 就是柯市長的這句企劃 讓世大運開幕式遭騷擾一案 又橫生枝節 因為不滿反年改團體 在世大運開幕式現場抗議 造成各國代表團 無法進場的窘境 台北市長柯文哲 前天在記者會上 多次嚴厲譴責 反年改團體 破壞國家慶典 更脫口說出不啞字眼 引發民眾熱議 有網友在柯文哲的臉書留言批評 明明是違案的疏漏 市長卻怪罪抗爭人士 還引來柯文哲的親自回覆 神來一筆的留言 最多吸引超過四十八萬人按讚 不過這則貼文稍早已被刪除 柯文哲的強硬風格 也引來不少批評 立委段一康在臉書發文指出 這次世大運的違案工作 由台北市政府掌握指揮權 全權負責 卻變成這副樣子 柯文哲在大聲罵別人之前 應該先罵罵自己人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 洪孟凱表示 市長不該用一句低俗的罵人用語 就想轉移偉案不立的焦點 反連改代表李萊希跟號召網友 直接留言毀罵 至於柯文哲的不雅用語 是否有觸法之餘 律師邱顯智認為 網友留言內容和柯市長的回應 都可以讓彼此互告公然侮辱 但會不會成立 還是要檢察官考量雙方言論自由保障 機民預權的傷害 才能決定是否起訴 布林老師就是說政治人物 不應該起不好的錯誤示範 這個是ABC 可是ABC在柯文哲身上完全不適用 思效 我想這個事情 我分三個層次來看 第一個層次 我剛剛完全同意東豪所說的 就是說反連改團體 他們是在錯誤的時間 錯誤的地點 然後做這樣一件這個承抗的動作 那麼大家都知道 事實上士大運 可以說是相當於這個大學的奧運 那叫小奧運 小奧運之稱 那麼難得台灣在主辦 這樣子的事大運 這對台灣來講 對台灣人來講 這是國際空間的大事 台灣的國際空間大事 所以就好像說 這個難得你人生大事 對不對 你要這個娶媳婦 你要嫁女兒 這樣人生大事有人在鬧場 這個一定是會被大家所詛咒的 那所以這個去鬧場就是不對 我想這是大家的共識 但是問題是在這裡就是說 基本上在很多的國際活動裡面 都一定會有一些抗議團體 比如說G20 你會看到那些這個環保團體 或者是愛護動物團體 他們就穿著那個什麼 就是我反對你這個殺害那些 那個貂 那個貂皮大衣 對不對 然後有些人就在那邊裸肉 你看喔 在那邊抗議那些環保團體人士 事實上人數並不多 可是警方如臨大敵 也就是說 就是說在任何的國際賽事 國際會議當中 這個當地警察的為安工作 有沒有做到滴水不漏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這事關到你的國際顏面 那今天你說 從這個事情來看起來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有沒有責任 當然有責任嘛 你明明知道說 有反反這個這個 反連改團體 有有這個同志團體 有這個台獨團體 在一起 當然那個台獨團體 可能是因為抗議科幣 兩岸一家親嘛 可能是抗議這個 那麼 反連改團體是利用這個機會 要給這個蔡政府難堪嘛 對不對 那既然這麼多團體 那你事先有沒有 好好的規劃好 那個封鎖線 那個管制線 然後呢你的能力夠不夠 這個部分我覺得 確實是為安出現的疏漏 那柯P他這樣子一罵之後呢 確實是有效的轉移了 轉移了這個這個焦點 也就是說我們並沒有去思考說 你明明知道有人來要來承抗 講這麼多抗議團體 那為什麼好像好幾次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就是說台北市政府在處理 這樣的違安動作的時候 為什麼老是出現疏漏 而在事後這個臉書上 講這三個字 我必須要講 這是我第三個誠實的問題 就是教育的問題 我們怎麼樣教育 我們下一代 現在的年輕人 各位如果有機會去看臉書 或者看那群組 叫做幹生連連 我不曉得主持人 或者你有沒有經常去看一些年輕人的PPT 或什麼 他們這樣就把這個三字經 國罵 當成是習慣用語 在那個臺大PPT實驗坊 或在他們的這個 Nine 或者是在這個 他們這個臉書上 有時候當成習以為常 你知道嗎 只是說他把他認為 這是一個問候用語 如果假設對方對他有敵 他也許會告他 那他就是因為說 大家都是自己人 所以他就隨便幹生連連 我說真的 這是出一堂錯誤的教育示範 今天不是說 你不爽 然後呢就這個粗話 就罵出來 那更何況 這個玩八蛋這三個字 是 隱喻是人家是雜種 這個 這個作家曾經有講過吧 他是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什麼那個 母乌龜外遇的孩子 就是雜種 所以講這個話是 是 基本上是一個非常錯誤的教育示範 那 但是很奇怪 在臉書上面 基本上有四十八個人按讚 那當然 因為這裡面有對立 有對立 對不對 有正面跟反面的人 罵來罵去 那那個看的人 就會覺得很爽 所以當然四十八 四八萬站 我覺得那不以 這個不以為期 但是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負面的一個教育 我覺得未來齁 臺灣應該還是 不要用這樣子這種民粹操作的方式 我覺得應該還是要 進入比較理性思考的社會 我覺得臺灣應該走到這個地步 不過薛正老師 我也許試著站在部分 反年改人士的心裡面來想事情 是說 年改國事會議我也參加了 那我也用盡了所有的力氣去嘶吼 去講我的意見 我反對的地方 然後我所有的言語呢 完全不被採納 完全不被尊重 然後呢 之前蔡總統說我如果第一次聽不到 你可以再很大聲喊第二次第三次 他們喊了幾百次 蔡總統完全視而不見 雖然他們就只好如影隨行的 有任何的場所能抗議 那也許時間點跟地點不太對 可是他只是唯一能夠抓取的機會 有別的機會嗎 就算你們用所謂的比較溫和的路線 最後年改還是照民進黨版本改過了 事實上我們有蠻多主張 在這個年改法案中實現 那當然大家比較知道的是說 我們把教設退休起之年齡 從六十五歲下修到六十歲 又再下修到五十八歲 那事實上包括這個退府基金 就是改革後節省基金全數道路 他其實是反來反去的 六都的我們知道六都的市長都反對 所以地方的十八趴節省經費 道路到 改革後節省經費 道路到退府基金去 但是我們還是成功的把它 就最後的法案還是把它 全部的道路退府基金去 所以雖然是說那個是 所謂的民進黨版本 但是我們從二零一二年開始主張年金改革 我們有很多主張是在這次的方案中 是有被落實 所以你認為透過體制內的這些溝通 或者是陳情 他才能夠真正達到 所謂的對老師的權益最大的保障 我如果今天是由我們來主導 這個年改的一個社會運動 包括街頭陳抗的話 我們相信我們還可以爭取到更好的一個方案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就是因為最後聲音都是被這個反年改團體所取代 我就講說這個公教對於反年改團體的一個看法 尤其是這一次這一次八一九的事件 我那時候其實我不再看電視 我在外面 但是很快的 我賴全組就出現了很多 我們地方公會地方理事長 說他們已經接到很多老師很多會員的要求說 我們要趕快澄清 我們要趕快切割 趕快發出聲明 所以其實當天晚上我們就發了一個新聞稿 表示說我們呼籲這些年改團體要理性陳抗 那事實上這個新聞稿 好幾家媒體也都有刊登 但是下面留言 我們看起來百分之九十幾民眾搞不清楚 我們跟這些這些團體有什麼差別 在罵我們說我們敢做不敢當啦 什麼現在出事要切割 事實上我們本來就沒有跟他同一道的 那我要講的是說 我再次強調就是說 事實上所有的抗爭 他其實要製造的是跟社會對話 那爭取更多的人認同你的聲音 或者說至少爭取社會有一批群眾 是同情你們的 但是他們的做法反而是激起了社會大眾 對於年改的支持 那當然今天一個蔡英文政府 他他因為你們的抗爭 反而讓大眾更支持他的一個年改的時候 他當然是毅然決然的做下去啊 不過東老師我們來回來看看 就是說那個現象其實是很奇怪 在臺灣發生在美國也發生 其實有時候你看菲律賓也有一點類似 然後似乎大家都厭倦那種震驚八百 然後說實在然後看起來好像就很假 欣欣作態的那樣子的一個政治人物 遇到再不爽的事情說謝謝指教 很開心的時候沒有啦 這是大家幫忙這樣子 就假 很難得遇到柯P這種 不爽他就跟你說他很不爽 他會用你想像不到的方式跟語言講他 真的很不高興 譬如說罵那三個字 可是罵完之後呢 看法兩極 市府發言人說柯P一定會負責任啦 因為那個字是他自己寫的嘛 或是他自己講的嘛 段儀康也是剛像李老師所說的 你全權負責搞成這個鳥樣子 然後有大聲罵別人自己總該先罵罵想想自己吧 黃定義說呢 這個用這三個字呢 實務上確實對人格貶義啦 不過呢 這個是不是算是公眾事件 公共事件來評譽呢 這個是有構成妨害民喻的風險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市長的風險跟民眾的風險不太一樣 民眾可以批評公共人物 公眾人物呢要批評個別民眾呢 他要承擔的責任會大一點點 那作家李秋元也剛剛講 李老師有說的那些話 然後何佩的這個宅本喬宅神說 負也是互相賠啦 就要看法官怎麼判喔 是市長的名譽比較貴 還是那個臉書連有的名譽比較貴 那是市長要負擔比較大的責任 還是這個民眾要負擔比較大的責任 這個法官判法就會很不一樣 可是很奇怪 講這三個字 就是剛剛您談的名望不跌反身 是 這反映著臺灣是什麼問題 其實這這裡面有個前提喔 那麼強喔 比如說有人說 有人叫他名嘴 但是事實上我的本業應該是記者 我以毀謗來講 如果記者寫一個新聞稿 寫一個新聞 涉及到毀謗罪的時候 通常來講法院喔 因為你是記者 會對你比較同情 是 但是當他看到你是名嘴身份的時候呢 我的法律風險會變高 就是我敗訴的機率比較高 一樣 一樣喔 那你看到這三字經這三個字 像我自己在臉書上面 我就知道啊 我不能直接用那三個字啊 所以我用三字經啊 那三字經是不是國嘛 你不會想成人之初嘛 不會 那你回過來看 看柯P這件事情來講 我想講這個事情其實有個特例 就是說 他是在一個國民感情的同步的脈動 也就是說 其實那個情緒 在很多人心裡面 那柯P在記者會裡面 把他講出來 所以他會獲得支持 那你說那些事情對不對 當然不對啊 當然不對 可是他貼近到一個更 更強的國民感情上面去 所以他就獲得一個很大的支持 支持力道 那對政治人來講 他最後一切的東西 發揮到選票上面 就如果他這個 他這個國民感情的同步脈動 能夠延續到一年以後 那就是他的選票 好 但是事實當然會結束 然後在中間 隨著這個情緒會沉澱 慢慢會有些事要被檢討出來 比如說 最簡單的一件事情 當初 臺北市警察局在做一些規劃上 當然我們事後 顯然是犯了一些錯誤 還有他們應變 執法上的 是有很多狀況的 那這些東西 在大英結束之後 一定會被檢討 那個時候 就會有責任 可是我說 柯P比較聰明一點是 他在講三字經之前 他先講一句話 所有的政治責任我負責 不一定是一個民進選的市長 他的政治責任怎麼決定 他的政治責任就是 任期到的時候 他要連任的時候 那個選票 是啊 除只有一個例外 像我是台中市人 台中市人如果有印象的話 他會記得威爾康大夥 當時的市長叫林柏龍先生 林柏龍那時候對 要不要辭職那件事情 猶疑不定 他最後是什麼 他最後是被停職 他被誰停職 被監察院 威爾康大夥 最後林柏龍被停職 停職之後要改選 民進黨那時候 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張溫英 可能是張溫英 後來就當選 除了那個是用監察院去究責之外 其他的對一個民選手上的政治責任 就只能他任期借滿錢 他如果是進選 他如果已經連任也沒有了 他因為科幣要選連任 所以你就用選票做個決定 政治責任 他就一間扛掉了 所以他的講法裡面 非常有趣 他其實在現在的科幣絕對不是政治素人 我也不能講 我也不能說他是精算師 可是他不是素人 他第一句話一定是 我扛出我的政治責任 包括基層援警 在整個過程裡面 台北市警察局局 警方所有的過失 全部被他這一句話蓋掉 然後呢 後面他才有那句三字經 ok 所以整個事情來講 科幣在政治上來講 越來越成熟 但是他因為會有時候 會有脫口而出的東西 那這次我覺得是科幣的運 運氣真的蠻好的 也就是說一個 平行論 我對皮育沒有那麼關心的 因為選手不能出場 因為那些 那些畫面不斷地再被重播 你就會憤怒 其實原本台灣 並沒有那麼把自己的民族 或國族情感跟世大運連結的 那麼講 講更白一點 你甚至可能沒那麼關心世大運 你從世大運最近的那個門 一些一些賽事 你現在已經會買不到票了 剎那之間 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的感情 投入在這件事情上面 所以最大的贏家 就是柯文哲 對他被整個反聯改團體 把那個情緒給激發出來 反聯改團體幫了柯P大忙 這個大忙真的是 而且還被罵 對 這是從政治的效果來講 就是說幫了柯P大忙 但是我我還是比較想 從教育的角度來看 你知道這個 美國總統小布希 曾經在這個競選的過程當中 罵了 就是相當於王八蛋 這個San of Bitch 狗娘養的 他們就叫SOB 那結果罵之後 他民調就下降了三個百分點 San of Bitch 因為你知道 美國的那些 因為美國算是 基本上還是一個比較成熟的民族國家 他們的家長 或者是他們的中產階級 基本上是非常重視 Education for Children 孩子的教育 你知道嗎 就孩子的教育 所以你注意看 美國電視裡面 你只要講那個F開頭的 你應該知道 我在講什麼 就是像我們那個 國罵 F開頭的 他都會消音 有沒有注意到 他一定會消音 公眾人物只要是講 那個F開頭的那個字 就是幫你消音 因為他們覺得 這個東西是叫 叫教壞的孩子大小 聽到嗎 教壞的孩子大小 這東西非常快的示範 所以其實上柯P在電視上 公然用這個東西來罵 事實上我覺得 我不曉得他是經過精算 還是怎麼樣 就是說這個東西 當然會造成 這個輿論的焦點 然後造成一定的這種 這種政訪的這種激盪 而這個東西 就轉移他的這個行政 他的政治責任 跟行政責任 就他的這個為安殊弱 行政責任 那但是我必須講 就是說 從整個教育的效果來講 真的是非常非常 壞的示範 就公眾人物在上面 公開示範 現在的小孩子 在FB在Line上面 已經是幹生年年 我剛才講過了 就是說有時候你會教育 就很困難 就是說他們那個 那個在網路上的世界 跟他們在平常跟老師的 那個對話是不一樣的 他網路世界是 是張智聯理 惠李老師你這樣說法 會不會是老生常談 就是說 你好 你就是要講 你就去講 可是臺灣這個社會 其實已經不是從那個方向 在前進了 那你要考慮到教育問題 小孩子的教育問題 那你要教小孩子 動不動就用三字 用國罵嗎 都好這個事情 這樣能解決問題嗎 會對臺灣未來的政治文化 他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來表達 這是個特例 柯P如果在 別人想學也學不來了 即使柯P再來一次 也不見得會獲得早 對啦 剛好在這個 這個態度 如果講說 這是一個國民情緒 集體 集體的國民情緒 在國民感情 在那個地方 那柯P剛好把 他講了這句話 跟多數的情緒 是脈動是一致的 可是你換了其他場合 做這件事情的話 就會像小布希一樣 我記得他講的時候 好像是正面記者 還是誰 他講一個反共記者 還是 絕對有場合的 這個事情絕對是特例 絕對是特例 就像柯P 他在剛選舉的時候 講錯話的時候 他要幹嘛 馬上要先道歉 所以他還是有一個遊戲規則 在那個地方 那至於說 你說這個事情 會不會說 對學生的學習 或者年輕人的學習 會怎麼樣 因為學習是很多元的 那 是不是每一個人 都會把網路用語 用在自己的生活上 不一定 但是 對柯P來講 就是說 他是指標性的人 就是你是一個 台北市市長 所以他 那麼講 簡單講 如果今天 那個楊小姐 要去法院打官司的話 我剛才為什麼 用我自己做例子 就是說 楊小姐如果到法院打官司 我相信法官會判柯P 輸 當然 賠 那楊小姐不一定會輸 甚至就算輸也賠很少 可是對柯P來講 從政治效應上來講 就算輸他都賺 現在最最弔鬼的事情 柯P就算 因為這樣被控誹謗 要被罰錢 他還是會賺到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世大運 跟國民感情 整個國民 全台灣的人民 多數 把他的感情跟這件事 已經合而為一了 那在政治上 這就是一個大得分 柯P有算計嗎 未必 我覺得他是脫口而出 可是有一件事情 他是有算計的 他知道說 要先講 所有的政治的責任 我看 他難道不知道 他的事情局有問題嗎 相信他就知道 以上節目可在公視網站 加七服務引營網 隨選觀看七天 好節目不錯過 公視加七 讓精彩繼續 台灣第一顆自主引發 高解析度 搖測衛星服衛五號 預計台灣時間 8月25號凌晨2點50分 在美國加州發射升空 五號最大的特徵 就是到現在 我們終於突破了 包括我們的主觀測的 這個所謂 就是搖測重災百分之百自治 福衛五號如何執行 國土安全 防災勘災 如何帶動太空產業 請鎖定8月24號 有話好說 能否結束 誰是來的 有事嗎 為甚麼 要做出事嗎 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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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岁的阿富汗女孩索尼塔 几年前非法移民到伊朗 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饶舌歌手 与母亲分隔多年的她 引颈期盼多年后的重逢 但她即将面对的 却是一触即发的家庭革命 她能够逃离女性传统禁锢 用饶舌歌曲创造自己的人生吗 周四晚间十点 记录观点 我是歌手索尼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